就在刚刚小兴的神秘徒弟阿兴 也因看不惯小冬的作为 替师傅出面发声 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讲 大家好,我是阿兴 作为兴哥的第五个徒弟 我也是686车队的成员 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最有发源权的 小冬和小叶呢 还有另外一个小伙来兴哥这吃饭 由于不知道密码 就按下了门铃 兴哥听到后开了门 但是没有让他们进来 兴哥说不知道密码就别进来了 兴哥就有点生气嘛 他们来吃饭那么多次都不知道密码 所以兴哥就这样说 然后兴哥就让他们试密码 兴哥也别无他意 就想让他们试试密码 别一来就敲门 厨师在厨房炒菜 兴哥也不可能每天守在这门口给你开 过两分钟 兴哥就发现门那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把密码发给小冬 结果呢还是没有动静 打开门一看 人走了 只剩小叶和另外一个小伙 兴哥问小冬去哪了 小叶说小冬走了 不打算吃了 准备去外面吃 兴哥这时候很生气 就给门上来了一下 然后手受伤了 其实兴哥就想让我们学会生存 毕竟在这个社会上坏人还是很多的 如果每次说几句就这么任性走了的话 我觉得小冬有点太不尊重人了 并且还是我们的师父 兴哥只是在直播说了一下事实 他还特意发一个作品 你是何居心啊 兴哥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吗 你比我来了久 你更应该清楚 你就这样甩脸子走 兴哥心里有多难受 你知道吗 知道为什么叫你反股东吗 你说你努力 你连技术都没我一个心来的好 反什么努力 你赶紧把视频删了吧 别带兴哥节奏 你要这样 小冬你别怪我无理 那么大家对师徒俩有什么看法呢